不要再做三明治了,分享6种超好吃的吐司做法,简单方便又美味 焯水的玉米粒加白糖沙拉酱搅拌搅拌 平铺在吐司上,撒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碎,放进烤箱180度烤10分钟 香香甜甜的玉米芝士烤吐司,营养又好吃 牛奶加淀粉搅拌均匀 再按比例加入黄油芝士片白糖 小火加热搅拌浓稠做成乳酪酱 均匀的涂抹在吐司上,放进烤箱180度烤10分钟 外酥里嫩的盐烧乳酪吐司,奶味浓郁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吐司切成条状,蒜末葱花加融化的黄油搅拌均匀 涂抹在吐司条上,放进烤箱180度烤8分钟左右 酥酥脆脆的蒜香吐司条真的太好吃了 黄油加热融化,加入蜂蜜搅拌均匀 吐司沿着对角线切开,平铺在烤盘上 刷上一层蜂蜜黄油再撒点白糖,放进烤箱180度烤8分钟 香香甜甜的蜂蜜黄油吐司,舀一口嘎嘣脆好吃到停不下来 吐司切到四边再切成小方块 取一片涂上沙拉酱,再盖上另一片裹上一层鸡蛋液 放入油锅小火煎到六面金黄 最后淋上炼乳或沙拉酱 一口一个的西多士就完成了,简单营养又好吃 盘子里打入鸡蛋,加火腿碎葱花和黑芝麻搅拌均匀 吐司切掉四边,用擀面杖擀薄 涂抹上沙拉酱,撒上肉松再卷起来 裹上一层火腿鸡蛋液,放进油锅小火煎到金黄 两头再沾点沙拉酱和肉松 超好吃的火腿肉松吐司卷就完成了 咬一口满满馅料,推荐你们试一试